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年的11月14日都是联合国的糖尿病日 那么为什么在这一天要设置为糖尿病日呢 这个说起来我们现在讨论糖尿病 就好像是一个特别稀松平常的事一样 谁的朋友圈里没有几个得糖尿病的人呢 每次吃饭的时候大家也都能看到 有些哥们他得先吃上一片药 或者给自己肚子上扎上一汁 大家也都习惯了 见怪不怪 好像这种病就没有什么伤利一样 但其实在一百多年前 糖尿病还是一种让人闻风丧胆 倍感绝望的疾病 虽然他本身并不致死 但是他能够在短短几年之内 引发全身各处的并发症 而且都是很难治愈的 所以过去呢 人们称糖尿病为慢病之王 百病之源 哪怕就是在今天 我们说糖尿病治疗的最好结果 也仅仅只能是控制而已 2019年国际糖尿病联盟 公布了第九版全球糖尿病地图 数据显示 全球约4.63亿成人患有糖尿病 每11个人当中 就有一个是糖尿病患者 预计2030年 糖尿病患者将达到5.784亿 2045年可能会超过7亿 中国是糖尿病患者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 仅2019年就有420万人 死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 相当于每8秒 就有一个人死于糖尿病 约占全球死亡的11.3% 虽然说现在呢 对于糖尿病的治疗 我们可以采取控制饮食 服用药物 注射胰岛素等等诸多的方法 来对它进行控制 那么全球数亿得了糖尿病的患者 都要依靠这种方法 来保证自己的生命 能够继续健康地延续下去 但是在一百多年前 当我们还并不了解 糖尿病的病因是什么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拿不出一个 很好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案 甚至在19世纪50年代的时候 有些医生还固执地认为 糖尿病人应该大量地吃糖 借助这种方式以毒攻毒就可以治好了 现在我们看呢 这纯粹是扯 按照这种方法来治病 那是治不好的 那么对于对抗糖尿病 我们人类都走过哪些阶段呢 咱们就得先说一说 我们是如何知道有这种疾病的 如果我们翻看一下 从古至今东西方的各种文献资料 就会发现 其实我们早就知道 有糖尿病这种疾病的存在了 哪怕是在古埃及时期 也曾经有人把它写在纸缩草上 1874年 古埃及学家埃博斯 发现了一本成熟于 3500年前的古埃及医书 书中记载了一种症状为 多饮多尿的疾病症状 还记载了利用穀物 水果和甜酒进行治疗的方法 这是目前发现的 关于糖尿病的最早文字记录 而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认识 糖尿病的国家之一 先前时期 淮南子说山逊提到 家女于病消者 夫死后难复除也 这里病消即指消极 是古代最早的糖尿病病名 而消渴一词 东汉之后被广泛使用 在过去我们中医 把糖尿病称之为是消渴症 因为当时的医生就发现 得了这种病的人 马上身体就会变得特别的消瘦 同时经常会感到口渴 另外尿特别多 所以就把这种病称之为是消渴症 在皇帝内经上 我们就可以找到相关的对应 除此之外 在西方世界古希腊时期 有一个叫做阿莱泰乌斯的医生 也曾经在他的笔记当中 详细地描述过糖尿病的诸多症状 而且根据他的理解 给他起了一个希腊名字 这个名字意思就是流动的 多尿的意思 古印度时期的那些僧侣们 他们就发现 王公贵族们 他们得了这种疾病之后 这个尿液当中 往往会带有甜味 甜到什么程度呢 招蜂引蝶 会吸引来蜜蜂 蚂蚁这些昆虫 所以在当时 人们要想确证 一个人是不是得了这种疾病 很有可能 他们会通过尝尝小便的方式来确定 那么古人是否有针对 这种疾病的治疗方法呢 据说我们能够现在找到 最早的一些治疗方法 恐怕要说到我们国家唐代的时候了 在唐初有这么一位医生 名叫王涛 他就发现自己的父亲经常感觉口渴难忍 饮水量非常大 而且伴随而来的呢 就是身上会得很多的戒疮 小便闻起来有一股水果味 思来想去 他就认为自己父亲可能得的就是消咳症 那他是怎么治疗的呢 他就是配合饮食 让父亲的这个病情得到了控制 所以王涛就把自己治疗父亲消咳病的这个经验 写到了他的一本医学专著 《外台密钥》当中 所以大家也看到了 古今中外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人可能会得一种特殊的疾病 这种特殊的疾病 一旦得上了之后 这种人他就会身体变得特别的瘦 多尿 体重减轻 同时的这个尿液当中带有甜味 但问题就在于 这种病该怎么治 人又是怎么得上这种疾病的 在医学尚不昌明的年代 可以说得了这种病 人们几乎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对付它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 饮食控制治疗糖尿病的国家 在当时对糖尿病的发病原理 完全不清楚的情况下 全球的医生们纷纷投入到 与糖尿病做斗争的实践当中 古希腊的医生们 尝试用玫瑰油 海藻 西州等 治疗糖尿病 中世纪的欧洲还曾有医生 尝试用杏仁 毒舌 红珊湖等 奇怪的治疗方法 但由于没有全面认识糖尿病 这些努力都以失败告终 糖尿病被称为百病之源 慢病之王 人们痰而恐之 早在一百多年前还没有命名时 中医将其称之为消可症 患有此病的人会感到口渴 尿多 整个人会特别消瘦 古希腊人则将其定名为 流动的 多尿的 各国医生也纷纷采取了不同的方式 控制饮食 毒舌 红珊湖等等 来治疗这种病 那么这些方法是否真的能起到 控制病情的效果呢 我们现在可以看两张图 这两张图就是一个孩子 在得了糖尿病之后 病前与病后之后的对比照片 明显我们能够感觉到 这个孩子生了病之后 行销鼓励 已经瘦得没有人样了 当然肯定不是家长虐待他 也不是疾病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而是在当时 也就是上个世纪初的时候 人们面对糖尿病的时候 能够采取的办法 也只是控制饮食 控制到什么程度呢 就把孩子饿得皮包骨头一般 那么在饥饿和保命之间 人们往往只能选择饥饿方法 所以这种治疗方法是极其的痛苦的 其实很早人们就已经意识到 倘若我们进行饮食的控制的话 是可以解决糖尿病的一些病程问题的 所以哪怕是在孙思淼生活的那个时代 他也明确地指出了 糖尿病患者要计食米面 还有水果等等 而在欧洲地区 大概是从17世纪开始 他们也提倡糖尿病人 要进行低碳水化合物的这种饮食治疗 只有这样才可以延续病人的生命 当然这些方法你说对不对呢 现在我们看来肯定还是奏效的 但这也只能只是延缓病人的病程 并不能够起到现在我们所说的控制作用 那么饮食控制到底能不能对糖尿病起到作用 为此我们特意请教了中日友好医院 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王欣 治疗糖尿病为了让血糖下降不高 那么唯一的方法就是饿着 这样的造成的后果呢 糖尿病患者会出现重度的营养不良 如果我们现在在网上去找那时候的照片呢 会能够看到那些孩子真的是瘦的 就是骨瘦如柴 那么现在的这种饮食控制呢 是在医学营养为前提的 王欣常年从事糖尿病临床研究 在他看来 糖尿病患者进行饮食控制 实际上是通过饮食营养干预 来辅助治疗糖尿病 这个呢是大多数糖尿病病人 都觉着不敢吃的食物 那么它是一块西瓜 实际上15粒花生米的热量 和这么大一块西瓜的热量 是相等的 所以说并不是花生瓜子随便吃 那么吃了它以后 同样会影响我们的血糖 我们日常食用的馒头 米饭 面饼 土豆 都能在人体内转换成 大量的葡萄糖 水果蔬菜当中 也会有一部分果糖 在人体内转化成葡萄糖 一旦摄入过多 都会引起血糖升高 但这并不意味着 这些食物丝毫不能摄入 只要将它们计算进 每日饮食碳水化合物的 总量之内 以食物交换份法 合理配餐 同时按照少食多餐的原则 就能很好的控制血糖 我们展示出来的这些食物 实际上都是可以吃的 只是一个量之间的相互的转换 那么甲代替银 乙代替饼 那么实际上总量不变的前提下 这些食物都是可以吃的 和我们既往说的这个恶制 就是单纯用饥饿疗法来治疗糖尿病 那么实际上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糖尿病患者需要的食物 既要能提供优质均衡的营养 又要有利于血糖控制 只要选对食物 一样可以吃的 美味又健康 相比今天科学营养干预 辅助治疗糖尿病 古代医生只能通过控制进食量 来治疗糖尿病 这样的结果会进一步加剧 患者缺乏营养 所以在我们并不了解糖尿病的时代 我们面对它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被动的 而且糖尿病病人在病程的后期 比如出现的糖尿病病毒 双目失明等诸多问题 我们是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的 遇到的这种病人 医生只能说是被弄得团团转 束手无策 除了众多的慢性并发症 糖尿病还会引起急性并发症 当糖尿病患者体内 胰岛素水平或胰岛素作用严重缺乏时 就会引起糖 脂肪和蛋白质严重紊乱 从而产生过多的有机酸同体 导致急性代谢病 我们把它称之为糖尿病 酮症酸中毒 轻毒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患者 会出现乏力 头晕 头痛 精神违靡 恶心 呕吐 食欲减退等症状 中毒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患者 会出现嗜睡 烦躁 呼吸加快 反应迟钝等症状 直至昏迷 17世纪以后 现代科学开始慢慢起步了 医学同样也是在其中 不停地向前发展 虽然那个时代的医生 比之我们现在还是要差了很多 但是起码说在当时 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 糖尿病给人带来的 并不仅仅是尿多和消瘦 这个时候人们突然想起来了 古希腊人就曾经说过 得了糖尿病的病人 他们的尿会非常甜 所以在17世纪的时候 就有一个英格兰的医生 托马斯·威廉斯 他就和另外一位医生 约翰共同发表了一篇论文 这个论文主要的研究对象 就是糖尿病人的尿 为什么这么甜 现代医学重新认识糖尿病 就归功于这位 托马斯·威廉斯 这位有着现身精神的医生 亲自尝了患者的尿液 描述它是奇妙的甜 仿佛充满了蜂蜜或糖 托马斯·威廉斯在论文中 首次使用了拉丁文词汇 meledus 像蜂蜜一样甜美 还把古希腊医生 描述糖尿病的 diabetes 多尿的意思 两个单词结合在一起 为糖尿病正式命名为 diabetes meledus 古老的疾病被赋予新的命名 人类与糖作战 开始进入高速跑道 对于糖尿病的 第一个根本性的发现 是出现在1889年 当时的德国斯塔拉斯堡大学当中 有两位科学家 奥斯卡闽科夫斯基 和约瑟夫冯梅林 他们俩当时正在进行 对人体器官的进一步研究 那么在这个时代 西方医学家们 早已经对人体的各个器官的位置 了如指掌了 那么他们为什么 还要颠来倒去地 研究人体的器官呢 那就是我们虽然知道 每一个器官的位置名称 但是具体的各项功能 对人的整体影响 还在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那么他们首先研究的 就是消化器官 那么这次 他们把目光投向了 在胃和小肠之间 一个并不是很起眼的器官 那就是胰线 胰线我们前面已经说了 大家早就知道 它是一个人体的内脏了 但是这个东西 到底是干嘛的呢 于是这两位科学家 就开始在实验室当中 采用狗作为实验对象 找来了几只狗 给他们实施了麻醉之后 开膛破肚 把他们的胰线给摘除了 缝合好伤口 等待着狗的苏醒 他们也想看一看 一旦人体消失了 这个胰线之后 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 那么我们在狗身上 也许就可以得到 进一步的反应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等这群狗醒了之后 让饲养员实在是 无法忍受了 很快饲养员就跑到 他们这块开始抱怨 说你们两个人 到底干了什么 现在这群狗跟疯了一样 两位科学家不明 所以说他们从麻醉当中醒来 我们只是想看一看 摘出一线之后 会发生什么样的反应 饲养员很愤怒地告诉他们 现在你们看到了吧 来跟我一块去到养狗的地方去看一看 去了之后他们也发现 现场是一片狼藉 本来应该是特别听话的狗狗 从来不会在屋里撒尿 现在完了 所有的狗都摆出了同一个动作 翘起了一条腿 开始拼命地撒尿 而且他们在屋里到处撒尿 不说这些尿还有一股甜味 吸引了很多苍蝇飞到屋子当中 一开始两位科学家也没有反应过来 他们还在琢磨这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同时还得听着饲养员不停地抱怨 但是突然之间 两个人当中也不知道是谁 就想到了一个问题 尿特别多 本来听话的狗狗居然坚持不住了 憋不住了 只能在屋里撒尿了 同时这个尿又含有很多的糖味 这是不是就跟糖尿病非常像呢 那么在接下来的观察大中 他们发现果然这些狗都患上了 类似于人的糖尿病 而且过了一些日子之后 这些狗一个一个的都因为糖尿病不幸离世了 就此他们就判断出来了 这个原来我们并不知道的一线 居然是跟糖尿病有着莫大的关联 所以在1889年的年底 约瑟夫 冯梅林和奥斯卡敏科夫斯基 他们就联名发表了一篇论文 在这篇论文当中 他们就写到了 摘除了一线的小狗 很快就患上像糖尿病人那样的疾病 他们会表现出来身体消瘦多尿口渴 然后还会出现诸多的关联的病症 所以他们就猜测 人体的一线当中 恐怕是应该含有某一种 我们人还未知的 但是可以降低人体血糖水平的物质 那么这种物质一旦缺失 就会导致糖尿病的出现 所以冯梅林和敏科夫斯基 他们两个人这个无意之中 在研究一线当中的发现 就为今后我们控制糖尿病 生产胰岛素提供了非常可靠的一个依据 在人类与糖尿病的漫长斗争史中 冯梅林和敏科夫斯基的实验 是最具决定性的一个事件 人们几千年中苦苦寻觅地 引发糖尿病真正的元凶 终于被发现了 一下子就吸引了众多的医生 参与到了糖尿病与一线关系的研究当中来 虽然已经知道 一线和糖尿病是有着密切的联系 但是该如何破解进一步的关系 大家一筹莫展 最终的曙光 来自1901年 一位美国医生尤金奥培的发现 奥培通过自己的研究之后发现 人会得糖尿病 并不是说整个一线出现了问题 而是位于一线中央部位的 这个胰岛出现了明显的病变 所以我们的人体就会得上糖尿病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 简单地看一下这个解剖图片 这个一线是如何进行工作的 这个器官在我们人体当中 虽然非常小 但是非常重要 我们通过一个动画来形象展示 一线和血糖之间的关系 人体的血糖控制系统 像一条河流 一线是河中大坝 负责调节血糖水位 当血糖水位过低时 一高血糖素会刺激肝脏 将储存的糖源转化为葡萄糖 身体一旦进食 血糖的水位就会升高 身体的大坝就需要迅速反应 开闸放水 降低水位 在这个过程中 血糖水平的快速检测和迅速释放 都极其重要 我们胰岛实际上有好几种细胞 那么实际上对目前已知的 确切对血糖有影响的 最主要的是两大类细胞 一个是α细胞 一个是β细胞 那β细胞呢 它主要分泌的是胰岛素 胰岛素通过脉脉系统到达肝脏 那么在发挥它的这个生理作用 另外一个呢 就是α细胞 那么α细胞呢 它分泌一种激素 叫做胰高糖素 那么顾名思义 胰高糖素 它是能够使血糖水平升高的 一类激素 血糖就是血液中的葡萄糖 是人体最重要的能量来源 保证人体各个器官能正常运行 血糖长期升高 对人体的胰岛β细胞 具有毒性作用 可造成胰岛功能衰竭 使人体分泌的胰岛素越来越少 胰岛素是降低血糖的 而胰高血糖素是维持血糖 不出现偏低的一种激素 两组激素共同作用于人体血糖 使其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波动范围 一旦胰岛发生病变 这两组激素持久的关系将被打破 进而引发血糖高于正常值 在尤吉奥培锁定了胰岛这个关键区域后 许多研究者们大显身手 德国医生乔治佐勒尔 通过牛胰腺的磨碎处理 得到了非常粗糙的提取液 罗马尼亚生物学家尼克拉帕莱斯库 将一线提取液注射给糖尿病狗 观察到了血糖水平的下降 看起来治疗糖尿病的曙光 已经不远了 但历史似乎总爱开玩笑 一战爆发了 欧洲科学家们有些进入了军队 有些人的实验室被征用 热闹一时的糖尿病研究 纷纷陷入停滞 冯梅林和敏科夫斯基的实验 找到了胰腺和糖尿病的关系 而美国医生尤金奥培又进一步探索出 并不是整个胰腺出现问题 导致糖尿病的发生 而是一线中的胰岛和糖尿病 有直接的关系 这个研究一经发现 全球医学工作者纷纷加入研究 那么到底是谁最终提取出了胰岛素 世界大战的战火 虽然没有直接烧到美洲 但是美国和加拿大最后也是参战了 那么在加拿大提供的军医当中 就有这么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 他的名字叫做班廷 他也曾经上过战场 不过因为受伤 所以早早地就回到了加拿大 可以说这个人在此之前 没有人会想到 他会成为糖尿病治疗史上 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 估计他自己也没有想过 我们现在知道班廷是一位博士 这个班廷真的实在是太普通了 没有什么名气 到了什么程度呢 他开的诊所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病人 后来为了谋生没办法 他只好找了一份 在当地的大学实验室里头 当示范教员的工作 可能就是因为在走投五入之下的 这个选择改变了他的一生 也改写了糖尿病的治疗历史 1920年10月31日凌晨两点 班廷还在挑灯夜读 一篇最新发表的文章 一葬结石 对胰岛和糖尿病关系的参考 如同电光火石一般 让它产生灵感 班廷想到 如果结扎动物一现 就能避免 移蛋白酶对胰岛分泌物的消化 而让这种物质的采集 变得容易一些 经过几天思考 班廷将这个想法更完善了一些 然后就正式踏上 追寻胰岛素的旅程 1920年11月8日 29岁的班廷 走进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医学院生理学系主任 约翰·麦克莱德的办公室 班廷告诉教授 自己想到一个 提取胰岛素的方法 具体操作流程是 先结扎狗的一线导管 等一线线泡细胞死亡之后 再解剖收割狗的一线 之后切烂 捣碎 浸泡 从中提取粗蹄液 再一步步提纯 这个方法在麦克莱德看起来是非常不靠谱的 因为班廷的依据是什么呢 就是依据一份医学病例报告 这个报告显示 有一个病人因为他得了结石 这个结石就把一线导管给堵住了 结果就导致这个一线里面分泌消化液的 这些消化线萎缩了 但是胰岛还保持得非常完好 所以班廷就想借助这种方法 给狗实施一线导管的结扎手术 然后让它的这个一线的消化线先萎缩 但是这个胰岛不是保留好了吗 那么通过收集大量的狗身上的这种胰岛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找出一些提纯的 有关胰岛分泌出来的液体呢 再用这些液体来进行 对于狗的糖尿病的治疗 是不是就可以得到直观的效果呢 我们现在听起来这套理论是完美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麦克莱德就觉得太不靠谱了 这个年轻人想法不要那么脱离实际 所以一开始他就根本没有答应班廷 让他进行这个实验 但是班廷好就好在 虽然天资并不是很聪颖 但是这个人比较执着 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他对麦克莱德那就是软磨硬泡 最后麦克莱德也实在是扛不住了 反正觉得不让这个小伙子撞着南墙吧 他肯定是不服气的 那怎么办呢 正好这一年的夏天 麦克莱德要回自己的老家疗养探亲 所以他就答应了班廷 行 在我走的这段时间里头 实验室提供给你 你可以进行这方面的实验 其实要说麦克莱德也是挺爱才的 觉得年轻人有想法挺好的 虽然这个想法不靠谱 但是年轻人总得闯一闯 但是麦克莱德也没有想到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决定 所以糖尿病人才看到了曙光 那么在接下来的实验当中 班廷还带了一个助手 这个助手叫做查尔斯·贝斯特 共同来进行这个实验 他们找来了十几条狗 当时对这些狗就进行了 这个一线导管的结扎 然后利用还存活的这个胰岛 粉碎了之后 开始提取胰岛分泌的这些液体 他们一次一次地把这些液体 注到患有糖尿病的狗的身上 那么结局就是这些狗 一条一条地接着死亡 按说实验做到了这个地方 基本上已经可以宣布 实验失败了 但是这两个年轻人真的是非常的玩命 哪怕说班廷已经是处于破产的状态了 都把自己的房产给变卖了 来支持这个实验 他俩依然没有停下去 而且贝斯特也是一个挺直到上进的孩子 非常有慧言 知道跟着班廷肯定没错 所以就告诉班廷 没事您接着做这个实验 我陪着您一块玩 不给我工资都行 那么就经过了这么一轮又一轮的实验 终于在一个编号92号的小狗身上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张图片 这个其中的这条可爱的小狗身上 人们看到了希望 或者说是班廷和贝斯特 才算是获得了成功 在注射了胰岛素之后 这只牧羊犬很快焕发出了原有的精神头 又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至此这个实验是大获成功 很快班廷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 还在度假之中的麦克莱德 麦克莱德听完了之后非常惊讶 没想到这个年轻人还真的搞出了点名堂 就赶紧结束了自己的休假时光 回到了实验室当中 在实验室当中 这几个人继续梳理实验过程 此时他们已经不再需要 拿活的狗来做实验了 而是直接去周围的屠宰场 收集被屠夫废弃的这些遗线 那么这三个人雄心勃勃地继续进行着实验 他们发现 的确从胰岛当中提取出来的这些液体 可以很好的对抗 已经患了糖尿病的这些狗身上的疾病 但问题就在于 这时候提取出来的液体并不是很纯净 没有办法做到 让它很明确地去治疗疾病 那怎么办呢 简单呢 提纯呢 可对这三个人来说 谁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好像到了这个地步只能求助外源了 历史有的时候就是这么巧合 偏巧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年少成名的天才生物化学家 詹姆斯·克里普 他当时正在此地做访问学者 于是他们就找到了克里普去求助 然后呢 克里普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 就从原本那些浑浊的原液当中 真正地分离出了一种纯净的化学物质 也就是后面我们所熟知的胰岛素了 这个胰岛素用在狗身上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 这个小狗的生命完全可以被继续延续下去 而且只要注射了胰岛素 它就不存在那种病病殃殃的样子了 但问题就在于狗 也就是动物身上的实验完成了 那么谁来做尝试者 谁来做人体实验呢 据说班廷和贝斯特他们都分别在自己身上进行了注射 发现最起码的是没有害处 这样之后呢 他们才敢把胰岛素推向整个世界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用胰岛素进行治疗的患者 是加拿大的一位14岁的男孩 名叫兰纳德·汤姆森 1922年 在多伦多大学医院中 兰纳德·汤姆森正在接受最传统的饥饿治疗法 他的体重只有不到30公斤 按照以往的经验 几周后 他就会死去 1月11日 医生尝试着为他注射了 班廷团队提取出的胰岛素 半个小时之后 患者的血糖值就下降了25% 连续注射12天后 血糖值下降了75% 尿糖几乎已经完全不见了 胰岛素立竿见影的效果让人们充满了信心 随之 一些糖尿病患者纷纷接受胰岛素注射 血糖也都慢慢恢复正常 班廷的名字也随之传遍了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班廷成为英国和北美的医疗联络官 不幸的是 一九四一年二月 在飞往英国的途中 飞机失事 不幸遇难 年仅四十九岁 班廷的去世令人惋惜 但她的名字已经羽以倒素 紧紧联系在一起 1989年 伊丽莎白女王 在以班廷名字命名的广场 点亮了一束名为希望的火炬 这火炬将一直燃烧 直到人类最终发现 治愈糖尿病的方法 并由这一方法的发明者亲手熄灭 熊熊燃烧的火炬提醒人们 在最终战胜糖尿病和其他人类疾病的道路上 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 要完成 为唤起全世界对糖尿病危害的关注 铭记班廷为攻克糖尿病所做出的贡献 1991年 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糖尿病联合会联合确定 将班廷的生日 11月14日 设为世界糖尿病日 为了保证胰岛素能够顺利地生产 并且拯救更多的糖尿病人 几位科学家为他们发现的胰岛素 申请了专利 在1923年 这个专利就获得了批准 随后他们以多少钱的价格 把这个专利转让出去了 可能大家都想不到 他们以一美元的价格 就把这份专利转让给了多伦多大学 而多伦多大学在这件事情上 也表现的那是非常的大气 随后多伦多大学就以非排他授权的方式 允许商业公司投入生产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这些举动 全世界的糖尿病患者 才真正看到了希望 非排他授权的方式 让很多公司参与到胰岛素的 生产和销售当中 每天冰冻的动物线组织被送进工厂 有条不紊的切割 浸泡 蒸馏和提纯 变成一瓶瓶胰岛素 工业和科学的结合显示了极其迅速的力量 但在当时 一瓶胰岛素极其昂贵 能真正接受到治疗的人还是少数 并且因为原料的特殊性 每一瓶胰岛素含量都做不到完全相同 除此之外 全球糖尿病患者每年递增 以有限的牛胰腺组织作为糖尿病胰岛素的主要提纯物 无法满足患者需求 尽管牛胰岛素的胺基酸序列和人胰岛素高度相似 仅仅只有大概10%左右不同 但是我们人体免疫系统是非常敏感的 一旦有异物进入的时候 马上就会引发强烈的免疫反应 所以这就是当时糖尿病人注射了牛胰岛素之后的一种反应 与此同时 动物胰岛素引发的高血糖 低血糖之间反复发生 注射部位 脂肪萎缩这些副作用都频繁地出现了 那个年代的糖尿病患者要进行胰岛素 体外胰岛素的注射就会面对这些问题 所以在科学界也普遍有一个共识 倘若有条件的话 给糖尿病人注射人的胰岛素 那是最好不过的 可是我们从哪去寻找健康的人胰岛素 所以1963年的时候 就有人尝试着从人的遗体当中去提取人胰岛素 很快就获得了成功 虽然这是一个办法 但是大家想一想 全世界所有的这些遗体都结合起来 给人提供胰岛素 是不是就可以解决胰岛素缺乏的问题 肯定不够 况且家属同不同意 对不对 伦理这方面还存在着挑战 法律云不允许 所以实验虽然是获得了成功 但是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现实 那么最终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 那就是到了20世纪 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我们才得以改进 那么在这之间 人们还尝试过化学方法 人工合成牛一倒素 但是操作难度是非常大的 直到相应的一些基因技术出现之后 我们才算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1965年 历经几年的集体公关 中国科学家成功地用单个氨基酸 为原材料 在实验室中 合成出了结构和功能 都和天然牛一倒素 别无二致的蛋白质 人们确实可以在实验室条件下 生产出和天然人原胰岛素完全等价的蛋白质来 但是相比生物体产生胰岛素的效率 仍有天壤之别 1973年 美国两位科学家 赫伯特·博尔和斯坦利·科恩 将两种细菌的DNA减切拼接在一起 人工构造出一种 混合两种细菌生物学特制的新细菌 这种技术称之为基因重组 它的出现 彻底打破了人原胰岛素生产的壁垒 随后 两位科学家建立了一家生物技术公司 让细菌为人类源源不断地生产人原胰岛素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重组DNA药物 基因工程生产的人原胰岛素 不仅意味着从此胰岛素生产 可以摆脱对动物器官的依赖 甚至还可以制造出 性能优于天然胰岛素的 全新蛋白质药物来 1982年 第一支人原胰岛素上市 标志着动物胰岛素产品 成为了过去 然而 人类与糖的战争 才刚刚开始 有了像班廷这样的科学家 他们不断地努力 人类用了几十年的时间 才总算是让糖尿病人 看到了真正延续他们生命的期望 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科学家还有新的发现 那就是注射胰岛素 能不能解决糖尿病的问题 能 但是可以分成两种类型 首先第一种 那就是普遍患病的时候 年龄比较小 对于这一类的患者 只要打上胰岛素 马上这个病情就能够得到缓解 看起来跟常人是没有区别的 其中最有名的一个人 就是很多关于胰岛素 或者是糖尿病治疗的海报上 我们都能够看到的一个人 就是这个小姑娘 这个小姑娘名字叫做伊丽莎白休斯 她出生在1907年 12岁的时候就被诊断出来 患上了糖尿病 1922年的时候 她就在多伦多接受了 这个人工牛胰岛素 或者说是胰岛素的体外注射治疗 效果非常好 她活到了73岁 并且结婚生子 一切跟常人无异 这一辈子她进行了大概 42000多次的胰岛素的注射 所以从她的身上 很多医学家获得了巨大的鼓舞 看来糖尿病真的是不再可怕了 但是在进行体外注射胰岛素 治疗糖尿病的过程当中 很快人们又发现了另外一个群体 这一类群体 他们也不是小小年纪都会患上 而且有明确的家族病史 往往是在中年以后就得上了糖尿病 但是通过观察之后 医学家发现 这些病人都有一个几乎一致的特点 那就是中年发福 到了一定的岁数之后 控制不住自己的嘴 新陈代谢减缓之后 伴随而来就很可能是糖尿病出现了 那么对于这一类的病人 人们就发现他们需要大量的注射胰岛素 才可能控制住自己的病情发展 甚至有的时候注射胰岛素 可能都起不到什么样的作用 那么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效果 说明了什么 以我们大家平时的常识 是不是听说过糖尿病 分成一型和二型 那就是在注射糖尿病的 这个胰岛素的过程当中 医学家发现了这两种不同的反应之后 经过进一步的研究 我们才确认了糖尿病 也分成两种类型 糖尿病的两种分类 可以说是人类对抗糖尿病历程中 一个标志性节点 大众可以根据一型二型 显现出的身体不同表征 来对自己的病情 做一个初步判断 但是随着对糖尿病研究的深入 针对一型二型糖尿病 医学工作者给予了更加科学的区分 大家经常会有一种感觉 觉得一型糖尿病可能都是小孩 或者青少年得的 那么二型糖尿病可能都是中老年人得的 但实际上在我们的临床过程当中 发现的病例并不一定都是这个规律的 这个患者是一个66岁的老年女性 如果按照我们常规的诊断的思路 可能觉得一个中老年发病的可能是一个二型糖尿病 那么但是随着他住院的检查以后 那么我们逐渐地发现他更多的证据 支持他是一个一型糖尿病 那一型糖尿病的主要原因是 因为他的胰岛功能绝对缺乏 正常的胰岛细胞不能够分泌胰岛素了 二型糖尿病他相对来说就比较幸运 他是自己能够分泌胰岛素 但是呢是因为各种原因导致 他的这个胰岛素分泌以后作用不好 早在古代人们就已经发现了 两种类型的糖尿病 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 英国医生哈罗德·西姆沃斯 才真正地在现代医学的框架下 明确了二者的不同 他给不同类型的糖尿病患者 各自喝一杯浓浓的糖水 同时注射胰岛素 并在随后的一个半小时内 不时地检测他们的血糖水平 在这个实验中 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身体对胰岛素的响应情况 对胰岛素敏感的身体 血糖下降得很快 反之则下降得慢 对胰岛素相应灵敏的 为一型糖尿病 不够灵敏的为二型糖尿病 1979年 哈罗德医生的分类方法 成为了国际共识 就在全球医学工作者 为找到糖尿病的终结者欢呼时 人们意外发现 有些患者需要大量的注射胰岛素 才可能控制住病情 甚至有的时候 注射胰岛素完全不起作用 20世纪30年代 英国医生哈罗德·西姆沃斯 明确了糖尿病有两种类型 一型二型 对胰岛素相应灵敏的 为一型糖尿病 不够灵敏的为二型糖尿病 它也因此被誉为 糖尿病现代分型的奠基人 那么针对二型糖尿病 如何治疗呢 20世纪中期的时候 英国医生哈罗德·西姆沃斯 他通过科学分析 正式确立了糖尿病的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 那就是对胰岛素 依旧响应非常灵敏的这种类型 被称之为是一型糖尿病 所谓的二型糖尿病 就是指这种病患 它们对于胰岛素 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响应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用传统的体外注射 做胰岛素的方法 对于它们而言 基本上起不到什么太大的作用 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 二型糖尿病的病患 在我们身边也经常会出现 但是它们的生活 不也是好好的吗 那么它们是用什么方法 来治疗自己的这种疾病的呢 这个事我们又得把时间往回倒 倒到什么时候呢 倒到就是班廷 他们正在做实验的那个年代 也就是1920年左右 在当时美国的一个 农场主的家庭当中 出现了大量的羊死亡的现象 这种现象呢 人们经过研究之后发现 所有的羊都出现了肺水肿 低血压 麻痹这些症状 那么由什么来引起呢呢 结果发现 它们家的这个牲口 吃的是一种全新进口的牧草 这种牧草呢 来自欧洲叫做山羊豆 因此后来美国的很多地区 就禁止山羊豆这种牧草进口 那么对此呢 也有一些科学家觉得奇怪 好好的这些牧草 为什么到了美国之后 就会引发这样的问题呢 对于此事啊 欧洲的医学科学家 还真是把它当回事了 因为在他们看来呢 挺奇怪的 这个东西啊 在欧洲没有人把它当作牧草 因为人们都知道 这玩意要吃下去之后啊 牲口肯定是个死 所以一直把它当作毒草看待 可是呢 也不知道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这坑人的出口商呢 就把这个东西当作牧草啊 出口到了美国的牧民家庭当中 导致了人家的牲口大量死亡 但是就是这个现象 一个弧度官司 却引发了一些科学家的关注 他们认为呢 这里面真的是有文章可做呀 在这其中 有一个科学家叫做唐雷特 他进行了实验之后啊 找到了山羊豆草当中的 含有的一种生物碱 这个生物碱的名字 就叫做山羊豆碱 很多时候植物 为了抵御麦迪的入侵 比如说防止害虫对它的啃咬 防止羊啊牲畜啊 对它的啃食 就会天然地产生一种植物碱 这种植物碱呢 往往都是有一种防御作用的 所以生物吃了之后啊 会产生身体上的不适 因此啊那些羊啊 生口吃完之后 肯定也不舒服 这就是植物天然的一种防御机制嘛 本来没有什么特奇怪的 但是唐雷特经过了仔细研究之后 发现啊 哎 这个山羊豆碱啊 居然可以降低生物体内的血糖水平 所以啊 它就把这个结果给公之于众了 那么再加上当时啊 这个医药学界特别流行 利用化学方法来制作治疗人的这个疾病 因此也有科学家啊 就把这个研究纳入了他们的生产范围之内 就这么着利用山羊豆碱而制作成来的二甲双瓜 它就这么诞生了 但是啊 二甲双瓜诞生之后啊 并没有引起世人太多的关注 可能就是因为 胰岛素在此时啊 正是大规模推广的阶段 所以二甲双瓜啊 并没有被人拿来利用起来 作为糖尿病的治疗 再加上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啊 所谓的二型糖尿病的存在 肯定这个二甲双瓜的命运啊 自然是会沉寂一段时间 但是那句老话不是说得非常好吗 试金子是总会发光的 所以啊 到了后来 也就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时候 法国的一个糖尿病学家 名叫尔尔斯特恩啊 他就听说 菲律宾人呢 正在用二甲双瓜治疗流感 但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 有些患者就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低血糖症状 所以啊 他就开始研究山羊豆浅 对于人体血糖的这个调节作用了 1957年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研究成果公布于众 并且用试糖者这个词来形容二甲双瓜 从此之后 二甲双瓜就正式被列入了 治疗二型糖尿病的药物当中 到了今天 你一说二型糖尿病的患者 每天常吃的药物是什么呢 肯定是二甲双瓜 而且呢 患者在服用了二甲双瓜之后 也不用体外注射胰岛素 只要按时服药 保持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 就能够健康的生活 那么故事讲述到现在 胰岛素也出现了 二甲双瓜也有了 是不是我们对抗糖尿病的事情 就可以到此终结了呢 但其实啊 在科学研究的领域当中 人们已经发现了 糖尿病不仅仅能够带来 显而易见的那些症状 同时呢 它还会引发很多的并发症 长期的血糖增高之后 我们的血管 甭管你是大血管 还是微型血管 都会受到损失 同时呢 也会威胁到我们的心脑肾 周围的神经 眼睛 还有我们的腿 脚等身体部位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啊 糖尿病病发症 高达一百多种 是目前已知 病发症最多的一种疾病了 糖尿病在发病之后呢 大概在十年左右 将有30%到40%的患者 至少会得上一种病发症 那么随着我们 对于微观世界 越来越了解 面对糖尿病的解体思路 也是越来越丰富了 近年来呢 已经出现了许多 专门的糖尿病药物 他们可以针对不同类型的患者 发挥自己重要的作用 20世纪60年代 出现了作用于 胰腺的黄鲜尿类 它能激活胰岛β细胞 释放胰岛素 这种药物适用于 氢中度二型糖尿病患者 20世纪80年代 出现了作用于肠道的 葡萄糖肝酶抑制剂 他们通过减慢肠道内 淀粉类食物分解为葡萄糖 以此来降低血糖 这种药物适合以米面等 为主食的亚洲人群 进入21世纪以后 还陆续出现了多种 可作用于全身多个部位 并且对肾脏 血压 都很友好的药物 用来治疗糖尿病 近些年来 大家在治疗糖尿病的 领域上面的观念 一个是从原先 以降糖为主要的目的 那么现在可能更多的是 找眼于除了降糖以外 心血管的这种安全性 越来越得到大家的重视 08年出现了很多的 大型的 寻症医学的临床研究 那么发现 一刀切的这种降糖 并不能够让患者人群受益 所以在那之后 就是更加强调 就是降糖的这种个体化 随着对糖尿病认识的 不断深入 新的糖尿病治疗药物 不断出现 这些药物研发 选择不同的作用点 来攻克糖尿病 有些新药甚至除了降糖 还改善了临床愈后 同时新的糖尿病药物 积累了越来越多的 心血管安全性的数据 糖尿病的发病机制是复杂的 研究者们也在努力实验和研发 各种新型药物 以此来应对糖尿病的挑战 如果我们以时间作为线索来计算的话 从班廷在1920年 进入麦克莱德的实验室 到现在已经100年的时间过去了 100年的沧桑变化 这世间已经发生了太多的改变 但是没有改变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班廷他们给人们带来的抗糖奇迹 总算是让所有的糖尿病患者 找到了可以像普通人一样 健康生活的法宝了 可以说哪怕是到了今天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从医学角度假 成功治愈糖尿病 但是我们可以借助药物治疗 赐予他们完美的人生 以至于现在在我们看来 糖尿病几乎都不能算是一个疾病了 当然我们还不能够小看 这种疾病对人类的危害 就像前面所言 糖尿病患者 他肯定会出现一些复杂的并发症状 但是幸好 现在伴随着医学技术的进一步进步 我们已经有大量的新药和金技术 出现在了研究清单当中 通过这样的一些治疗方法 无论是基于基因技术的 还是干细胞治疗的等等 我们都会越来越在抗糖的 这条道路上一步一步地 走向希望的明天 可以说伴随着人类的历史 因为我们早期人类祖先 与其他同样的人科物种 进行了杂交之后 所以我们就获得了 像糖尿病这样的疾病 在我们身上得以延续 但是时至今日 我们借助科学的发展 已经可以一步一步地控制它们了 在又一个联合国糖尿病日到来之际 我们有理由相信终究有一天 科学可以帮助我们解决 糖尿病的困扰 到那个时候一定会有一位英雄 走进班廷的故乡 亲手熄灭那个熊熊燃烧的火炬 宣告人类已经全面赢得了 对抗糖尿病的战争 从古埃及人在纸缩草上 第一次写下糖尿病的可怕症状 到今天有众多医疗方式可以控制它 我们经历了三千年的混沌摸索 和一百年的飞速跨越 与糖尿病对抗的历史 既充满了神奇的幸运 也充满了科学的探索 还有无尽的困难和曲折 但正是科学的力量 才能维持着当下几亿人的 生命健康和质量 才能支撑着我们 有一天彻底赢得 针对糖尿病的漫长战争 两个小时够干什么的 看一部电影 还是读一本书 不如来我们解码科技室的直播间 11月22号下午3点 戴维老师还有化工博物馆团队 将给大家带来很多 特别有意思的化学实验 比看电影省钱 比读书还快乐 还不一起来看一看 从500年前诞生的一份神秘手稿 到时下热门的极限运动 降落伞实现了人们 从天而降的梦想 战争时代 飞行员究竟如何利用降落伞 从高空脱险 人类的太空探索计划中 降落伞又将扮演 怎样的角色 伞从天降 解码科技室 下期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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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播出